一般沒有秀世界國際焦點 來看到塔利班接管政權之後 在阿富汗境內的恐怖攻擊 依舊持續發生 球場抗臺上揚起了一陣白煙 現場陷入恐慌 這起爆炸案發生在首都市中心的 科布爾國際體育場 疑似有一名炸彈客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彈 觀眾立刻驚慌逃命 但是塔利班政府拒絕承認 這次違案漏洞也不願意證實 有人受傷或死亡 但是現在最新聯合國已經公佈 這場攻擊案 這場造成19人喪命